一块关心天气的变化 今天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 早上起床都有感受到各地的气温是偏凉冷 而清晨平地最低温出现在苗栗公馆只有7.5度 今天台湾北部呢 低温大约是8到10度 其他地区12度到15度 天气方面 全台各地以及彭金马地区都是多云道型的天气 只有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 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 那么到了下午呢 水气就会开始增加 西半部山区也会出现零星短雨 明天白天开始呢 因为冷气团会逐渐减弱 所以明天的气温也会稍微回升 接下来一块关心详细的温度预测 北部地区10度到19度 中部地区 中部地区12度到23度 南部地区15度到25度 东部地区 东部地区12度到19度 外道地区9度到18度 中部地区 这个对外经